為了要讓普渡的作業可以順利 但不是成為人口和主體的普渡處 今天最好由市長恩惠帝和多多貴賓做會改拜 人口和主體的普渡是每10年就要辦理一次的調查 這次的主要是沾對主體、主侯和人口三個部分來做調查 市長強調,人口的普渡最重要 資料是越正確、越上市 對著樂工主體的盡情 買到資料更加完成 我們把這個人口普渡的工作做好 那國家的重要政策我們才有機會去擬定 這個部分是希望說市民朋友們也能夠幫忙政府來幫忙各位 因為人口普渡、住宅普渡能夠詳實 那得到的資料詳實 那這個政策制定才會比較精準 這次的實態方針 由11月設備到11月3月來實施辦理 主家處提起市民要注意三部到二會 也好由民眾告訴愛智市普渡總業這項配合調查 不會洩漏個資 那我們也不會去另外去查詢就是有關這個調查表以外的一個資料 那第三個我們也不會叫他提供那個銀行的帳戶那些的號碼或者是相關的一個資料這樣子 這是保證 那第二個我們去調查員去調查一定會佩戴我們的一個調查員證 那第二個我們也會有一個銀 一個銀要給那個 給調查 受調查庫的一個銀要自證給他們的一個銀 因應所謂化市府馬國的民眾可以提早在在11月設立 上萬來提資料 如果是完成萬老的提報 還有百萬的好例等民眾來挑 南方新聞小明星王立地的新鴨蔡宏寶島